长达两年半的疫情已经让全世界的经济搞得够乱了 当然随着服务业后来的开始恢复 但是赶不上消费者的消费速度 又造成了供应链的大混乱 但如今又发生了乌克兰战争 这下使得全世界出现了异常高涨的通货膨胀 在美国甚至认为是40年来最严重的 世界各国在过去一个月之内 至少将近50个国家的银行都寄出了升息的手段 来对抗通货膨胀以及压制羔羊的物价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 但压不压得住呢 真压得住的话 未来如果消费者预期未来的物价会不断地上涨 而紧缩自己的消费又会不会带来经济衰退 这里面如何平衡拿捏 以及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发展 的确是非常令人担忧 美国人尤其要面对11月的期中选举 如今美国白宫在民调事务上 是节节下滑 令拜登非常担心 他甚至指控就是普丁在搞乱 甚至说这一波的通货膨胀 应该叫做普丁通膨 听到这样的称呼 普丁自己也在昨天的一项国际论坛中 发表了他的看法 他丝毫没有退出的意思 也认为美国人完全自己错估了时代的形势 完全是四大仲下的恶果 换言之 恶国人有他自己的说法 而且认为美国人是不堪一击 真是如此吗 我们都说通货膨胀举世为害 那恶国人发动战争 他们的罪魁祸首 恶国人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受到影响 通货膨胀这件事情 在今天的恶国 真的如普丁所讲 那般的美好 没有受影响吗 我们去看看真相 当莫斯科民众都在抱怨 东西变好贵 物家压力劝勿因此多到释放 5月底俄罗斯公布最新通膨率 高达17.1% 如果单就食品价格 涨幅更超过两成 简直吓死人 总统普丁竟在此时 反抢欧美等国的通膨程度 没比较好过 不过国内名人四期 普丁竟还有心情 跟欧美互骂 对美国总统拜登 怪罪美国物价失控 都是他一人引起的 还把此波价格涨价 命名为普丁通膨 普丁的价格 更是不满 普丁之今嘴硬坚称 物价飞涨与战争无关 但世界通膨率居高不下 毕竟是事实 美国领准会为此 在15日一口气升起三马 这是1994年来 出手最猛的一次 且已预告下月还会再生 反观俄罗斯为抗通膨 普丁一面宣布调高年金与 最低薪资各10%的幅度 一面又说物价不会再涨了 当全民对通膨都超级有感 就普丁一人特别无感 走一趟莫斯科超市 就知道物价压力有多大 莫斯科民众不如往常推着 大型推车进入卖场 仔细瞧不难发现 车上商品几乎没几辆 会如此仅打细算 就因商品价格连番调涨 其中俄罗斯人的主食 最常见的马铃水净贵得吓人 出新鲜蔬果 平均涨幅约三成左右 另外包括泡面调涨约一成 奶油上涨约两成多 制裁下的俄罗斯人生活成本大增 但万物起涨绝非是超市最大改变 气氛也极不悬常 可在超市任何角落 抬头都能发现金氏气震盯着你看 密集度之高 另外包括cheese与鱼子酱等这些高单价商品 都放进塑胶盒里获释绳索防盗 同样前所未见 原来随着物价上涨切案也跟着增加 根据俄罗斯新闻RBK报导 今年2月到4月平均每家莫斯科超商 偷窃案达130起 比起去年增加18% 股价涨翻天 已引发民生与社会等问题 可怕的是还没触底 年度圣彼得保经济论坛 15日接连5天举办 少了过去大场面与国际元首大阵仗出席 普丁继续一人唱高调 普丁依旧强调经济正逐渐回到正轨 更呛瞎说国际制裁没用 胆敢如此大声 就因他手中握有超级王牌 黑海港口 超过九成乌克兰粮食 本来借由黑海港口 在京海运输出世界 然而开战前因俄罗斯把持黑海港口 每个月该出口约600万吨 小麦与玉米等穀物 3月骤降至20万吨 4月也只有60万吨 导致多达2500万吨穀物 困在乌克兰境内出不去 泽文斯基想尽办法急着要运出去 入运方式成为首选 高速约3月份的尺寸 是在乌克兰粮食上的挑战 如果我们会有英国阻挖路 在乌克兰粮食上的尺寸 这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会把乌克兰粮食上的尺寸 更加远达到乌克兰粮食上的尺寸 因为我们可以把乌克兰粮食上的尺寸 寸的尺寸的尺寸 载量只有25吨 如何吊派如此大量货柜车也是问题 而该走河运则是乌克兰当前的第二选项 从南部奥德萨将古物运送到多瑙河港口 在装上舶船航行到罗马尼亚的 东南部港口康斯坦塔 全程约500公里 除得防俄罗斯军队袭击外 港口转运与储存设备不够 则是一大隐忧 乌克兰农业部说 目前正紧急与波罗的海国家商讨第三条路线 加上乌克兰农地至今已有约三成 遭俄罗斯破坏影响收成 距离最前线只有25公里 这座广达4000公顷田地 是纳迪亚的农地 因战事爆发后荒废至今 本盖市收割的日子 却因耕地早已遭俄罗斯炮集 没能顺利采收 且遭炮弹袭击的农路机 挡风玻璃裂开 机身随处可见 弹孔痕迹已尘封在仓库里 纳迪亚说 本想等冬天价格好出售 去年秋天收割的谷物 竟意外碰上战事爆发 数千顿小麦全卡在仓库 运不出去 看看满仓库的谷物 普丁还敢说 世界粮食价格飙长 与战争无关吗 央食俨然已成为俄罗斯的筹码 到今年秋天 滞留在乌克兰境内的谷物量 恐怕在翻倍至7500万吨 世界通膨势必在恶化 普丁通膨一词 形容得恰无其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